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帝君给了私命一支玉笛 嘱咐一旦凤九有难 或是突发威情可吹响这玉笛换他回来 然后就截然一身 只带了凤九做了一些糕点 便往魔界而去 到了魔族地界 他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等魔族来接 而是直接穿过万年黑死树之间 奔了大魔山 大魔山顶魔神洞 就是当年父神 帝君和魔族始祖停战一合的地方 没想到数十万年后 东华又来到这里 只是这次 不知他是否还可以翻手为云 停战止息 抱着四海八荒的太平 魔神洞前一老人家碾续静待 看见东华献身便迎接上去 帝君 恩不想十个数日帝君 又清零我魔界 本君惶恐 不知是否有何不妥 魔君无需惶恐 不过是天族太子夜华大婚后 协助天君临朝 本帝君落得过于清闲 你这魔界清静 真是适合本帝君参详佛法 必是清修 所以有意打扰几日 帝君严重了 即如此 本君也不敢打扰帝君清修 不知帝君可有何吩咐 本君自当侍奉周全不必了 本帝君就在这魔神洞中闭关 且会在山门布下结界 如物要是魔族各知不便打扰 魔君见身因闹事 本君明白 这就命远清了魔神洞周围魔物 以免扰了帝君清修 如帝君有何吩咐 只需这只小兽通传 即可说完失礼于去 行到山下 那魔族三皇子素颜正候着他 见他醒来便上前几步迎着父君 那东华帝君这是何意 哼 什么清修 不过是怕我们妄动过来看着罢了 素颜周眉思虑若果真如此 我们便要更加小心了 先回去盯住你那不长脑子的弟弟 近日不可胡来 眼下最要紧的是想法除掉吃凌风 否则 什么图谋都是空的 是 魔界的夜色不是一般的浓郁 没有点法力的人 在这夜色中不仅看不见任何东西 还有可能招来魔兽 一个身影飞升而来停在魔神洞口 稍待停滞便进入洞中 这魔神洞中别有一番天地 小溪流水 高楼诸葛 甚至有一轮明月当空 成群的火银优雅飞舞 进野叫的洞中甚是明亮 来人抬头看向高处一个山矮 东华帝君正盘腿在山矮边打坐 来人飞升悬空朝帝君失礼 东华睁开眼睛这更深恶重的 难为大皇子尽有心来看望本帝君 赤凌风轻轻落在帝君身旁 笑到帝君不在山下的结界 挡得了魔界诸多魔物 却完全不挡仙气 纵观这魔族全界 唯一一个因为身上没有魔性 而不会被帝君的结界挡在外面的人 便只有凌风了 故而凌风斗胆揣测帝君意图 是想换凌风来见 东华颇为欣赏的笑出声来 如果不是因为凤九 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吃凌风 东华看着他 带点戏虐的说道你喜欢凤九 凌风身心一阵 这是第二次了 因为帝君的直接 他一时把握不了他的想法 跟上次一样 凌风选择说实话是你想娶他 是如本帝君不让呢 那要看凤九愿不愿意 东华眯眼看他 他可以感觉到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劲敌 不是那些或是看上凤九 或是看上青秋想求个亲的闲杂人等 这是个正真的威胁 可他别无选择 东华重新闭上眼睛 郑重地说到这场大战 你能否保他周全 凌风露出他一贯的温柔笑容帝君 凌风要的可不是保他周全 然后千身失礼离开 东华慢慢睁开眼 用手撑住脸颊若有所思 哲言慢悠悠地晃到狐狸洞 脑子里还在想 到底寻个什么理由让凤九吃了这鲜丸呢 白珍看着他忽而自言自语 忽而摇头皱眉 这是干什么呢 白珍用折扇轻打他的手臂老凤凰 你今日这是怎么了 可是等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 珍珍 我还有什么事是你不知道的呢 走 看看小九今日可做了什么有味的点心 为戴白珍反应 他便一步跨进狐狸洞 凤九在洞中喝着茶 看着四海八荒图 那是他继位清秋女君时帝君送的贺礼 其实他看不出来 这以前的四海八荒和现在的四海八荒到底有什么区别 他只是喜欢看 那上面的一笔一画都是帝君亲自绘制的 看着这图就好比看着他的人 特别亲切 凤九啊 这图你都看了好几年了 可看出什么来了 凤九抬头看着两人 哲言 四叔 你们今日到得空来看我吗 哲言走到他跟前 掏出一个木盒 打开 拿出一颗药丸 递给他说到吃了 凤九疑惑什么呀 为何要吃 你别问 吃了再说 是我中的毒还要吃解药吗 你不是说可以不用服药了吗 别问了 吃了便是 凤九无奈的看他 听话的拿过药丸看了一眼 很漂亮的药丸 白润透红 凤九一口吞下 一下子 他感觉腹内突然热了起来 周眉摸着自己的肚子 越来越热 哲言担心的看着他 那可是东华帝君的半个线缘 还混着魔力和修为 凤九真能撑得住 帝君说没问题 可看凤九这表情 可不像是没问题的样子啊 白真急了 刚想上前查看 被哲言一手拦下 哲言凝视着凤九 如果不行他只能强行将药丸拿出来 凤九额头开始冒汗 脸色有些煞白 五官都皱在一起 这药丸好大的效力 五脏六腹感觉都快烧起来了 哲言绕手催动法力准备将药丸逼出来 就在此时 凤九重重的呼出一口气 他稍微调息 看样子 似乎药力过去了 好多了 凤九感觉腹内不再炙热 慢慢的回温了 他睁开眼看着哲言 哲言 你到底给我吃的什么啊 白真野衣服你不说清楚 就死得很难看的表情盯着他 好了 哲言心想 估计是帝君的赤筋血的魔性够强 那半颗仙人应该是已经稳定了 哲言也呼出一口气 他还没想到什么合适的理由 罢了 以他俩的脑子想不了太深 哲言决定胡说八道哦 这样啊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只不过我这几日闲着 随便找了几位新药材 搓个药丸 看看针对九尾湖的特殊体质 这要是不是可以亲热解毒 嗯 看样子没什么效果 下次再试试别的说完 故作淡定的朝洞口走去 凤九和白真的表情 由不敢置信到杀气腾腾腾 哲言 两人齐声怒喊 一起追了出去 今天风和日丽 阳光暖得恰到好处 清秋的近湖便繁花似锦 水清如尽 凤九喝了半瓶桃花醉 坐在湖中小岛的桃树下 闭眼想着东华 东华那日给他念过一段佛节 虽然不懂什么意思 但他觉得很好听 自己亲身念着 正适合今天的天气 米谷先顿而来 半瓶在他身边轻声说道 凤九殿下 有人撞了我的仙杖 我去看了一下 一个男的 他说不方便报自己的身份 只给了我这朵花 说你看到花就知道他是谁了 凤九睁开眼 那是一朵开得异常鲜艳的芙蓉 凤九接过来开心一向米谷 去接他过来吧 他是我朋友 哎 这是凌峰第一次踏入清秋 清秋湖族占了八荒中的五荒 影响可见一般 九尾湖族多是生的漂亮机灵可人 连这清秋谷中都是好山好水 风景一人 凌峰道不急着见凤九 一路赏景各种流连 凤九看着他觉得顺势有趣 他似乎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自有一派悠闲的从容 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很容易亲近 凤九不禁感叹 他真的不像魔族中人 大皇子觉得我这清秋景色如何 凌峰抬头看着他 温柔一笑自然是好 凌峰第一次而清秋渐渐失眠 让女军见笑了 凤九笑得开心凌峰你过来坐 可带无双来了 我还挺想他 凤九拉着他坐到湖边凉亭下 米谷奉上些茶水点心 好奇地看着凌峰 不知此人什么来历 但看他不像坏人 跟凤九还很熟 嗯 应该问题不大 米谷放心地离开了 凌峰从袖中掏出小无双 无双一看到凤九便欢快地跳到他的怀里 小脑袋来回地蹭 把凤九欢喜坏了 抱着他各种逗趣 凌峰微笑着看着他俩 你看见他似乎比看见我高兴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访问一下小影